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杜华说 这个视频我们来分析一下 匈牙利对瑞士的这场比赛 在讲这场比赛之前呢 我们先来回应一下刚才在评论区呢 有一些朋友发过来的一些评论吧 有一条评论我是希望就是说 得到讨论的就是 有一个人说问我敢不敢 否定苏格兰赢 因为我在这个影片当中呢 是说苏格兰是有机会呢 是频道 然后为我敢不敢 既然出来讲这个球 然后为我敢不敢说苏格兰一定的 可是我没有说苏格兰赢 这个我要纠正一下 再有一个就是这个买球啊 没有说敢不敢跟肯定的事情 球场的变化非常的大 那么每一个人的预测或者是预估呢 那都是有一个逻辑在里面 然后你跟着这个逻辑呢 你能够找到你所想要的一个方向 并不是说有病的事情 如果说敢不敢的话呢 你那么有把握的话 我觉得可以押上你的房子啊 你的车啊 押身家去看德国对比对吧 当然德国对比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然后他能不能穿堂这是另一回事 包括现在 这里现在是意大利的下午的4点半 那么在这个时间呢 这个数据方又产生了变化 从这样1.5球呢 改到了1.5-2 然而就是呃在这种 比较大的变化的一些数据的面前呢 没有说呃一个固定的事情 所以呢呃买球没有说呃一定是 呃要压身家的话 我们应该是要呃 就是自己能够去看待 出现这个啊 我们会议的 好吧 然后可以看 所我们讲的是 萧牙利最瑞士的 而且反而 主张性的可以看待 在这种牙利的表现吧 那么我也是作为一个经常的 法经代理 啊 这场就是一个 一个比较总的正硬 啊我是看好 比较队词的 就是 就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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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啊 那么 这里 这个出场是多的 但是 你这个属于它会比较多 你这个 你这个 课程 这个 这个 呃 就是这个 呃 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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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可以理解吗 那么这一场选择瑞士的原因 是我认为 啊 瑞士 防守反击 依然是值得期待 然后匈牙利呢 呃 啊虽然说状态比较好 可是在 呃 这一组 可以说我觉得是死亡小组的感觉 其实很难 啊 这一组呢 其实大家实力很很接近 所以 呃 平局的可能性 是非常大的 每一场的平局的可能性都很大 然后半场可以去看一个 就是也有机会走一个加号 或者说是握手的一个一个倾向 呃 继续重申一下是 呃 0比1 1比1 1比2 这是呃 最是对匈牙利的这场比赛的 呃 分析 然后也要告诫一下大家的 呃 买球 玩球 都是呃 尽量娱乐性为主 好不好 不要说 呃动不动就跟人赌气呢 我今天下个100个 呃 50个 呃 下多少这样子去 呃 去体现自己的价值啊 没有必要我们更多的是讨论足球本身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